哈喽大家好,我是紫的水里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一场Miracle的一场比赛 之所以做这场比赛是因为这场比赛非常非常的精彩 让我们一会儿来看,然后一会儿就可以给大家来说了 上来露一血了,然后出去调个东西,稍微给大家回放一下 然后看一下,好了这边来控服 然后这边Miracle使用是帕克,这边影刺被真眼阴了 所以说死的无话可说 让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好久没有做大M的视频了,然后这场比赛果断给来做一场大M的 大M这场比赛使用的 有鬼控到的一个赏金服,没有给帕克,这个有点小难 然后这场比赛是大M使用的一场帕克 这个帕克的英雄相信是Miracle玩比较少的英雄 最近他也在练,可能跟OG的战术体系有关系 反正他最近他的比赛选项里面多了很多很多,达了很多很多帕克 可能是OG的什么战术,这边赏金过来游走一下问题不大 他有F的,所以说也不会肯定不会死,躲一下利纳福 然后这场比赛是一场欧福天梯7000分以上的局,平均分好像是7049 然后大M已经到达了8400多分我印象里 反正总之分是非常非常的高,让我们来看这场比赛 大M这边选择的是出门挂件,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出装 这边针眼来帮他游走一下 但是帕克一级由于加的是F,所以战斗力并不强 用F躲掉利纳T,出手的速度还是不错 只能压制一波血量 帕克这个英雄如果面对对面的布林克西比较强的 可以主沉没,一般情况下都是主波,因为波的成长比较好 W的成长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一级就有100点伤害,然后每级成长60 而波的成长是70,所以波的成长要比W的成长要高一些 所以这也是,而且波的CD变短 你可以让帕克变得更加灵活 所以这也是帕克主波,一般都主波的一种常规加点 然后前期一般到10级就是4级波 4级,除非对面有这种特别需要你躲的技能 可以点2GF,一般情况下1GF就够 帕克这英雄可以说是一个 从6.48那个版本出来就是相当阴满的英雄 跟圣唐蓝猫他们都属于是一代的英雄 当初那个版本的帕克可以说是非常的无敌 伤害成长,技能成长两个350 级路没进错化,然后成长也是非常非常高 而且他的级路攻击力比现在高的多的多 所以说那版本帕克其实是一个很硬半的英雄 这边利用自己的F很好躲Lina T Lina T有一个动画效果,所以并不是很难躲 底下是我一个零食物地址 例子吃我的tobot.com也欢迎大家能来看看 然后也有很多新鸭好吃 零食在等着大家,最近也有很多新鲜的活动 然后本期主推的活动还是一些 就是一些小赠品的活动 赠品非常非常多 然后大家可以来店里逛逛 然后主要赠品就是有22种零食的一个大礼包 买了就送一个夏威夷果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熬夜的一个大礼包 都是不错的,88元就可以包邮 然后198元也可以送一个桃豆的小口罩 也是非常精美的一个东西 也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总之赠品相当多 也有离子前面照在等着大家 广告就打到这里 最近也是在火猫DV直播 然后这套比赛 相信很多朋友在火猫应该是已经看过了 所以这样让我们来看 这套比赛时间非常非常长 大家可以来买点零食 知识离子一发 然后可以一块看视频 非常不错的一个活动 最近嗓子不是很好 感冒还是有点后遗症 然后这边帕克前期打琳娜 其实是一个比较无误开的 琳娜这个英雄对线能力其实很强 帕克打琳娜 就是不是要误开我刚才说错了 误开绝对是高估帕克了 琳娜这英雄很少有英雄能跟她误开 对线方面 琳娜确实也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主要琳娜的D 她速度比较快 伤害也比较高 好帕克血比她这个帕克的R 要稳定很多 一个F躲一个晕 但是赏金被塔看到 应该是杀不了了 双方这边这个阵容 帕克跟潮汐是一套 比较经典的组合 经常在比赛中 或者路人里都是 很多人用的一套组合 非常好用 单控王动物之缘 加上一次的杠个游走特力 这边吃前火 准备来躲一下 但是还是A死了 立丸拿到了这个人头 但是立丸感觉也很难朋友 还行 教员换了一个中单 并且还能杀掉赏金 拖过来 另一个F 躲下塔重恨 操作非常连贯 尤双方真的是一个天赋蛮高的人 为什么 因为最早我看他打帕克 其实并不是很熟练的一个帕克选手 当今帕克最好的选手 肯定是S4 没有一点质疑和疑问 S4帕克大家可以看看 绝对的节奏 跟别的帕克不一样 这边可以灌一口平 貌似应该是能灌到 隐刺这边高端局 一般都有人给灌平的 很舒服的 所以说高端局 你真的打到高端 有一个什么好处 分高了 大家都知道怎么配合 也不用你特别的去 就是来配合队友 就是你能打得很舒服 水平大家都高了 大家也都知道怎么打 也不会很逗逼 然后也都 所以说有时候打到高端局 真的是一种不同的刀的体验 所以奉劝玩家也可以把分冲高一点 但是也没必要补到处 这边利用小 波的小位移躲掉 非常的犀利 操作很好 这边有个F 躲一下 这边Lina肯定被拼掉 他们这边的阵容是 帕克跟潮西团控组合 然后非常好一阵容 4保1有鬼 而对面也拿到这版本 比较阴版德鲁伊 就是大哥相对来说 选择差一点 小黑 需要一个中期比较强力的推进 所以这样的比赛 可以说是一场势均力敌 验眼方阵容稍好的比赛 个人感觉 可能验眼方阵容稍微舒服一点 然后让我们来看吧 潮西这边猎丹 也是混到风生水起 帕克这边选择一包回家 帕克由于 帕克出装方面 跳刀绝对是核心状别 能让帕克秀的飞起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都是选择出跳刀 可以裸跳 如果你说的情况下 可以裸跳 可以让自己很快的 就能打出局势 帕克这种英雄 要说老实话 帕克是一个比较难的英雄 为什么 因为帕克这个英雄 他的中后期作战能力并不强 他的需要一定要带节奏 他的黄金时期 就是跳刀刚出来那波 是他的非常黄金时期 这波 其实挺危险的 因为赏 赏尼 挪掉一个F 大招踩一下 但是被丽娜大招直接收掉 我就感觉他这波挺危险的 因为他的波用过了 去抢服 没有想到赏尼在那蹲 导致自己的死亡 帕克英雄其实挺难的 因为他是一个 就属于后期能力 输出并不是很高的法师 需要很强的 就是什么时候刷 什么时候打 节奏 是一个非常吃节奏为英雄 是少数现在几个 不是特别偏刷的大哥 当然前期推荐大家 帕克还是不要乱走 尽量打一些反支援 如果你支援 太多支援 打不到东西 跳刀出的慢的话 其实蛮难难受的 帕克这边 帕克满级的F 就可以配跳刀 相当灵活的使用 帕克的英雄 对面有沉默系的 推荐你跳刀之后 接吹风 如果不是沉默系的 推荐你 就是你们这边缺爆发 可以补大根 如果大根 就是输出 跟对面的控制 不是特别强 并且几方呢 爆发也够 几方有宙斯 红女啊 莱恩啊 这种英雄的时候 搞爆发英雄 你的爆发很够 就是输出很俗 不太不是特别需要你出输出 装就出大根 也可以直接裸羊 就是一个出装相当灵活 就是出装局势 都是很顺心万变的英雄 这种英雄其实特别难 没有什么 就是帕克 谁都会玩 职业玩家也是 玩的好的帕克不多 就玩特别顶尖的帕克不多 但是会 帕克这英雄好上手 难精通 所以这个英雄其实挺考验 个人水平的 我也是挺喜欢看的英雄 这个英雄可以很秀 让我们看一看一看一看 这套比赛 这套比赛 德鲁伊在猎单位 已经把优鬼打爆 因为 痛指缘是一直打野的吗 没有帮助优鬼 啊 他是在下路吗 没太注意 那优鬼单打德鲁伊 真的是得被德鲁伊 打出屎来 这版本德鲁伊 强到夸张 这版本德鲁伊 猎单一打一能力 真的是无人能出其左右 非常的强力的英雄 这边帕克 应该由于赏金控佛 所以他并没有破坏佛 这场大M前期 并不是很顺 真的不是很顺 然后很多帮 可能会问 离子怎么又是大M啊 这最近讲道理 一个多礼拜 两礼拜 没做过大M了 可以做一些 而这套比赛特别经典 无数人推荐 然后让我们来看 这边帕克开悟 准备游一波 你看他这波 选择TP的二塔 抓一波这个德鲁伊 要不这个德鲁伊 太肥了 呃 八分钟4600块钱的德鲁伊 真的是太肥了 点筋鞋子加技术 身上得有一千多块钱 这个八分钟 这个装备 真的是要报警 所以这波帕克想来 断一波德鲁伊 节奏 你看德鲁伊肯定是有 小熊身上应该有点筋 看一下这一波 小熊身上点筋 圆盾 然后身上有鞋 1800块钱 这个经济 真的是无解 无解肥 这边准备来抓一波 优伟开大 帕克再一波 还是断了一波德鲁伊 很关键 这波德鲁伊 如果不是这波 断节奏 13分钟之内 就可以掏出 呼耀 刚才他8分多钟 8分半 他就身上有1800 从管 他刚才那个效率 有点筋手的话 估计13分 123分钟 就可以掏出 不是 呼耀 就是12分 123分钟 就可以移物 然后估计到14分钟 肯定有呼耀 所以这一波估计 慢了德鲁伊 起码到2分钟的呼耀 所以说这波 是挺关键的 这个帕克就是 他选择的时机 比较正确 就是开悟抓这波德鲁伊 他知道德鲁伊很肥 所以抓一波 肯定是比较赚的 线上方面 夜眼方这个阵容 线上肯定是打不过 帕克对丽娜 帕克小略 然后德鲁伊打优鬼 根本就没得打 优鬼完全没得玩 潮汐这边面对 小黑加VS的光环组合 也肯定是不好混的 所以这边 夜眼方线上烈士 是很正常的那些事情 这边德鲁伊 回到中路 有些人问视频 我不可能 不可能十个视频 都看 所以说 大家也不要老做 伸手挡 我已经把路要编号 给你们了 想看谁视频 把录像下载下来 决定看下视频就行 因为我不可能 每次进进比赛 十个英雄都点一些视频 这边再抓一波德鲁伊 很关键 帕克C住 一次这个握 开大 一次这个大 感觉 帕克技能打完了 能不能秒德鲁伊 小熊吼一下 帕克躲一下 非常犀利的操作 然后帕克应该也不会死 学来还是比较多的 这边一次统统员人来了 这边还有一个F 给左边的锤一个波 拿到人头 非常的顺 这一波 帕克节奏 断得非常好 让德鲁伊 前期根本就没有那么舒服 这边在 莉娜一个人 这是呼噜哇救爷爷了 但是 莉娜反射一套 小黑也支援过来 这边能杀掉莉娜吧 哎呀 这莉娜感觉杀不掉 英素好快 这边 哎呀 刚说呼噜哇救爷爷 一口满奶回来了 真真是看不懂 一次这别上了 我 我的天 这 这样 莉娜一波双杀 还终结到一次 打了 这波 很难 游鬼刚才没打吗 有打 可以第一时间开呀 好像第一波 刚才打的时候 没打吧 游鬼 看一眼 哦他刚才没打 这这这这不能黑游鬼 他没打 我相信打到7000分 这种水平的人 应该不会这么 这么没有支援意识吧 还是错怪他了 他这边准备做跳刀 前击并不是很顺 二杀二次 四珠窩 并不是很顺 游鬼 疯脸游鬼 我靠 真的被你吓哭 我你妈 外服7000分选手 就是这样的吗 你妈好拼呀 你妈疯脸游鬼 强行强化自己的打架能力 呦 这好凶啊 疯脸游鬼 加点12对点 主疯脸 拿疯脸项目鞋 我靠 凶项 做了个疯脸 好屌好屌 让我一会看到 这个疯脸到底怎么打 你妈屌 屌飞了好吗 牛的一逼 我靠疯脸 看不懂 夜眼上塔 正受到攻击 太屌了太屌了 服了 这边一个大 但是被帕克完美 躲掉 丽娜 这在一个粉 游鬼 疯脸 貌似效果还可以 效果真的还可以 打追杀 强 中加移动速度 他配上疯脸 疯脸相对 加战骨 应该是522的一速了 估计有 估计有纪念一速了 很屌 很强力 我只能说 很屌很强力 这边接着能拿掉一塔 这波 这波取胜很关键 我只能真的说 很关键 已被摧毁 估计也成功收割一波 帕克挑刀也到手 这一波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能接受的结局 非常的关键 然后这边再来抓一波 VS 潮流水吗 水一下再接沉默 直接拍死 那这样前提 可以说 游走优势还是挺大的 这场比赛时间非常长 这才刚刚进行到了十分之一 所以说大家可以慢慢往后看 这场比赛 我可以告诉你们 八十多分钟 所以就说 可以来离子零食店 买一发零食 支持离子一下 谢谢大家 然后这一波 打到一言不合就打广告 然后这边 比赛进到十四分钟 帕克也有了跳刀 瞎大劲 由于对面有小黑 还是我说的 有小黑 有赏金 所以还是蛮烦的 他的跳刀配吹风 是一个比较好的逃兵手段 这边帕克刚才看到人了 直接选择跳走 不太敢骚 帕克这英雄 一定要打得稳 稳加骚 你这怎么给大家说呢 就是你该骚 该浪的时候 该秀起来 要秀起来 但是也别太秀了 帕克核心技能 很多人认为是这个波 其实我认为不是 他的核心技能 应该是沉默 这个沉默 沉默时间非常长 三秒钟 在小技能中 算是数一数二 沉默时间了 非常厉害 这边隐刺 帕克可以C一下吗 这这这救不了了 包四 哎 这有真眼 喵口浪大了 有真眼 包四是 赏金身上有没标记吧 好像没标到他 有真眼 他在给的标记 这波怕个浪大 他没注意到 这块有真眼 确实没猜到 这边熊德 应该还是能 马上回哦 这熊德 讲道理真的肥 小熊 应该实际上有 三千八了 你看他们配合小熊 小熊配上 小黑的推进 让眼方还挺难受的 所以说这样 还是一个 看眼方能不能抽到 优鬼大城的时候 优鬼现在的装备 由于正面出了封链 所以还是一个 打收割局面 你看小黑 丽娜 加上VS的 小黑加VS的双光环 配上 配上丽娜 这种远程 点击塔来 再加上小熊 点击塔来 非常非常快 现在很多人问我 离子优鬼 为什么出这种 打架装的多 其实我在这里 跟你说一下 很多人问 所以就把这里 给可以告大家 现在为什么流行 打架装 因为优鬼 在高端局中 线上其实是 比较难混的 在这个版本 流行212的时候 一个辅助 加优鬼 很难打得过 对面列数 两个比较强力 而且现在列数 流行的都是 兽王啊 德鲁伊啊 这种潮汐啊 这种兑现能力 比较强的英雄 所以说优鬼 打这个英雄 占不到优势 他很难靠刷钱飞 所以说 他就要支援打架 利用自己的战骨啊 散尸骨灰和骨灰 做续航 然后战骨 增加自己的打架能力 相为战骨 飞过去 一二对点 凭借打一些收割 拿一些骨灰能量 就是边打边刷 让自己飞起来 一个是现在 这个版本决定的 就是你这种 前级纯扛牙 然后打后期神装 会要拯救世界比赛 并不多 一旦前级4v5 很容易被对面 直接拿下推死 或者劣势太大 你优鬼翻墨来 一个是这个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 高端局打架比较频繁 优鬼的切入意识比较好 所以说 推荐大家水平比较高的话 可以有点打架流 如果水平不高的话 这种打架流 肯定容易形成全球送死流 所以说 推荐大家也不要无脑 而且要看对面 比如说你这场比赛 你们队友实在是缺带线能力 你可以出灰药 如果你感觉这种阵容 前期你的队友 主动打架能力都不强 大家都是发育盒比较多的话 当然你选优鬼 然后再配上队友都是发育盒 这样比赛 基本上你贵了 当然我只是说 就是发育盒比较多 打架能力比较差 推荐你还是补一些进步装 直接别灰药 因为你出了战鼓分身 你打不到架的话 很容易雪崩的 你看对面的夜眼方 这个优鬼哪怕出的是打架装 对面这个阵容 前期也是非常凶向的 直接小黑的分身 德鲁伊的火咬这些关键装备 做出来 再配上一个无解肥的 李娜9300块钱 他们准备开户抓一波 因为打 他们觉得打架冰风很快 但我感觉他们 都应该已经打完了 这边痛不如直接 直接打了个机器 机不如干脉下风 确实他们现在劣势比较大 虽然人头是 看似落后不多 其实劣势已经比较大了 因为对面 经济领先已经比较多了 领先500块钱 17分钟领先7500 很能说明问题的 领先就算相当多了 这边开户准备找一波 找小黑 能不能把这盾打掉 刚才是小黑拿了 就闯没太注意 好 德鲁伊获得被盾 那小黑应该是能完美抓掉 抓了小黑都这么费劲 这边游鬼再飞过来 但是游鬼不要太激进 毕竟是一个疯脸游鬼 发育能力 就是打压能力 一定要疯脸 疯脸这种东西 用的好了是神器 用的不好 基本上是坑爹 现在这版本 疯脸由于被削弱 移动速度 加上被学手 连过去最爱他的 什么剑圣啊 剧魔啊 这种都不太出了 所以这版本 疯脸是一个 比较少见的道具了 而且就连过去一些 对于疯脸的说 标配的死温 现在都改成刷钱流了 然后去打一些 刷钱爆发之类的 就是打刷钱 出出配 发育的 死温很多人问 这问这个版本 为什么强 这个版本死温 路人极强 因为很难针对 路人这个英雄极强 可以打S加 只要前进的宝 无解肥死 中期轮强 拉起来 只要队友肯围绕他打 他是很强的 他的发育速度特别快 有可能你打六神了 对面才 哎呀 这边直接被琳娜单杀了 琳娜有引刀的 看苗口确认一下 发现琳娜引刀 那他这样死的 无话可说 这样在前进兵之很顺利 这样帕克死了 上塔应该还是守不了的 琳娜可以直接踢上来收 痛住安德 蹲一波有尾 这个塔肯定是要放的 潮汐有大姐打不过 输出不在意档次 又德鲁伊这说 灰奥太早了 数分钟的灰奥 再配上小黑的光环 真的是 小黑跟VS双光环 这个熊真是无敌 蛮可散 你看推打 快的不行 优鬼直接切入意识不错 你看 今天不是优鬼 他封脸 切入非常好 利用自己超快移动速度 开战鼓 加封脸 直接把小黑怼死 直接把小黑能切死 小黑切死了 看看正面 优鬼这个反应 这两个在 苗寇队友相当靠谱 并不是逼迈 停得一打九装 这个优鬼玩得相当好 战鼓刚才 利用自己超快的移动速度 完完全打了好几波切入 这一波他们完美打赢 多了一两条 两条兵应该也会被放到在这里 哎呦 这边 输出有点高啊 熊迪 这个熊德有点厉害 我只能说 琳达跟熊德有点熊 这边苗寇 还有一波沉默 跳起来沉默一下 直接拍死 然后把熊睡住 这边马上啊 就在cd了 还想留德鲁伊吗 有点难度了 我感觉 这应该不敢再追了 这波已经打得很转了 打掉德鲁伊的盾 而且这个优鬼 可以看出来玩得相当不错 他的疯脸出的意识切入 倍儿好 就用我们这边话说 就倍儿好 他的疯脸切入 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然后刚才你看 他利用封脸战鼓 加项目鞋522的移动速度 过去切一波 直接把小黑的沉默骗 沉默骗出来以后 直接在下一步 直接切死小黑 意识什么的操作 都没有任何太大问题 优鬼下来大劲 也是三千块钱 准备走灰药了 还是要走灰药路线了 估计 他感觉你看 这样比赛就是 队友打架能力并不强 优鬼一看 这就要守暴地的局了 而且他们的带线能力不强 痛入人隐次朝西 带线能力都不强 所以这样比赛优鬼 需要出威药 就是什么时候 有些人经常问 李子什么英雄出什么好 其实没有什么太固定的 得看对面 因为刀的这英雄 刀的这游戏 好玩就好玩在这 没什么特别稳定的局 都是看水平 就是看你对局势的分析 不要出装 不要僵化 出装僵化 战术嘴化 这这就完了 这抢人 赢人也太大了 你看这个熊跟爸爸一样 幸贵有动物人 动物人睡熊还是很不错的 这边留幻象 解一下熊的睡 德鲁伊熊回家补给波 想杀德鲁伊吗 直接塞两个 朝西有大的 这边能杀德鲁伊吗 朝西准备采大吗 还没有放 朝西没大 我以为朝有大呢 他刚才那拨大幽默了 那这一拨不雪蒙吗 好奇没大 不雪蒙啊 全然死到 他要个买活 他不买活 感觉这拨守不了 买活打一波切入优鬼 这拨完全不敢上 吹起来 结合沉默 这拨再一个拨 再拨过来 但是丽娜移动速度很快 这拨感觉 明朗快要买活死呢 是我错觉吗 这拨准备再杀一波丽娜 但是已经隐身了 这边一个沉默 我靠他怎么看到这个丽娜的 好屌 他怎么看到这个丽娜的 这是一个忙的 路向霸额 他看不到这个丽娜的 他就预测到丽娜跑位了 他在这看到引刀 丽娜在这跑 直接过来 跳沉默 脱死了 你想要毁骑吗 好屌 你想要毁骑吗 帕克也是说这个 这一局当平见 明朗口帕克满活 还是顽强的守住了这一路 但是 对于他的经济来说 是一次比较 比较毁灭性的打击 还好游鬼没死 游鬼要死了 这比赛真是打不了了 游鬼再躺了 真的是玩不了了 所以说游鬼没死 还能接受 游鬼要死了 真是玩不下去了 这游戏就太没爱了 肯定是玩不下去了 游鬼没死 接下来还都有的打 可以接着发育发育打一打 游鬼要死了 基本就贵了 我由于在录视频 所以弹幕我就不看了 然后一会儿 你想交流的 可以在这儿给我留一言 一会儿进去就能看见 这边帕克还是能轻松 给到这个塔 双妹的法国 拿到这个塔 应该就要撤了 他下一步选择出一仗 帕克A仗效果就是 他的C能控制魔免 就是A仗神仗升级以后 你看 可用神仗升级 然后破罪轩音时间 然后可以直接增加破罪轩音时间 效果还是可以的 也撑一定的血量 而且这个阵容 由于他们缺一点点冒发 所以他现在太早 击出羊刀也没什么卵用 先出A仗 撑撑自己的血量 蓝量也是比较正确 游鬼这边还是做了散尸 他感觉哎呦鬼 对还为什么还做散尸 刚才钱还蛮多的 我感觉他做了散尸 他可能觉得 火药没什么太大必要吧 其实这样的火药效果还可以 对面多脆皮 上妞威斯 琳娜加小黑 都是比较脆皮的 他这两个其实出药效果还行 而且他刚才应该能憋出来了 为什么鼓了一个散尸 他可能刚才那波团战的感觉 自己四千块钱买一个三千八 没什么用 那波苗口买活了 直接买了散尸 估计是直接打这波 苗口承认他是一个打刀的天赋 非常无敌的玩家 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生活上 比较比较斗的弱智 需要需要 就是太专心打刀蛋了 他就是典型那种 那天听他队友说 他队友接受那个采访时说 米苗口连在VS 就是在那个刀蛋平台上 换一个ID他都不会换 就换一个ID 就是换一个头像 他都不会换 所以说真的是一个 指挥打刀的人 很心很少的人 其实你看这些老一代选手 其实状态都有所退步 为什么大妈状态 一直保持的还可以 当然你不能说 前一阵天武那阵 那阵真的是大逼有毒啊兄弟 大逼 你看大妈这阵状态 基本上算是找回来自己 第二春在好MV中 打得非常好 ID自己的生力也很高 长场MVP 打得非常好 这就为什么 他这种其实 心思少爱好少的人 反而能把刀的成就 打得特别高 因为他比较专心 你什么都爱玩 兴趣比较广泛 就很难打出好水平 这边帕克利用自己吹风 解压自己的 解压自己的赏金buff 但是这个我开物 貌似已经被找到了 挺难 挺难杀人的 我个人感觉 不是特别好杀 因为猫次刚才已经 赏金标记 已经看到 帕克动向了 这边赏金再标 现在外服高端局 也是这样 赏金啊 什么优鬼啊 今天也是 潮汐 这个挑打还可以 优鬼切入 切入不错 但是开始封脸 重力呢 大好层 这边换一下 帕克过来 打一波切入 然后直接再走 隐私在这波团战 打得不错 潮汐这个挑打很果断 这波感觉 艳芳能打赢 哎 这真是水面 水面 水面打得好 潮汐这个挑打 非常的果断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优鬼死了 优鬼这波要是没死的话 他将会非常非常舒服 艳芳就好打很多 但是优鬼死了 他刚才封脸吃了 有点反应 封脸 一口 直接把自己吃死了 这边来看 封脸这个东西 还是渗出 真的是谨慎地出 效果并不好 各人感觉 这个封脸太逗了 封脸 让自己直接吃 开始封脸吃 零脸一个大 直接把快把自己给干死了 残死了 零脸这个大伤害爆表 琳娜装备 蛮豪华的 我跟个人感觉 看吹风引刀 BKB 装备也非常非常豪华 琳娜现在一种就是这种 引刀吹风BKB 很快做出BKB 做出正面 一种就是 以太A杖 讲道理现在 A杖出的比过去要少 以太出的多 以太现在出的比较多 因为技能十八远 效果也非常不错 以太进行到27分钟 这样比赛时间还早 谢谢你们给个先动 然后因为直播 所以就不跟大家聊天了 录视频的 这边Pug要接着補一杖 然后看下来都要选择出什么 A杖 还占500万件A杖 Pug经济还可以 但是肥肥肯定还是不肥的 因为这样比赛 讲道理的话 他们前期逆风有点大 这样比赛有时候 我会用一些OB视角来看 然后因为 你要告诉这个Pug 相信大家去用OB视角来看吧 因为这样比赛 说实话 大家打都还挺好看的 所以说我们就用OB视角来看吧 老看Pug经济视角 有怪没意思 Pug有时候会一些 我们就来千万的看一下 这边Pug过来了 平时就用Pug视角看 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局子 就可以看别人 这场比赛 因为是一场相当精彩的比赛 这边Pug能用二连清兵 清完兵以后接着来清野 把自己的A仗稳稳的做出来 优鬼也是要做自己的分身 已经快好了 28分钟 他如果不做这个封脸 现在肯定已经分身了 但是这个封脸效果 说老实话 做的真是一般 这些优鬼这一套 基本上现在优鬼比较顶配一套 我也是用的这套 非常喜欢这套 豪娘的就是豪逼的套 然后加上优鬼的性魂 这应该是当今最顶尖的一套 就是最顶配优鬼了 比较好看 有些人经常说 让李子多聊聊视频的问题 因为这种东西 说实话 你喜欢视频 别人不一样的喜欢视频 所以我只能是 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眼 然后并不可能太细致 给大家就来介绍 有些人问我 那么今天一个朋友来问 说李子那个 当年你上做那个 牛逼三万经级翻盘 那个小男家套装 到底什么套装 哎兄弟我真的记不住了 我不可能 所以我给你流露药编号 你自己下载去看一下就行了 不要老做伸手打 大家要努力哦 然后再次谢谢你的支持 然后谢谢你 就是李子懒了 说白了就是李子懒 李子懒的看了 因为录像已经删了 手机没电了 我的天 这边帕哥把魔瓶 给了痛恶元 自己带宝石 来克制一些隐身系的英雄 德鲁一 回要强袭 这是德鲁一最黄金时期 应该还有技品 我感觉这一波德鲁一装备 已经打到爆表 非常的好 德鲁一 金界是110线 回要强袭 这边身上应该是 买了一个抗魔斗篷 来克制对面 法系爆发 优鬼这一波 也不太敢过去 这波高地团战 非常的关键 让我们来看 苗靠的第一视角 看帕哥到底怎么切入 毕竟本期 还是一个帕哥的比赛 这边你看 就是小熊一直开C 哇 这下打速度 真的 幸贵的痛恶元 这个减 就是减攻击力 你看小熊攻击力 其实被减的挺伤的 看一下小熊 被减多少攻击力 你看这边 减了很多 痛恶元 那个减攻击力 非常的硬朵 诶 他对小熊 没笑我吗 还是痛恶元 然后攻击力 降低60点 我就感觉 小熊刚才有 护耀夫 你看攻击力 他幸亏是 有这个减攻 然后再加上 痛恶元 说也可以 长时间控制小熊 要不然小熊 会非常非常的无敌 双方谁都不敢 越雷吃一步 然后还是处在 一个对耗的阶段 这样比赛 时间非常长 你们要 可以不想看 可以往后拉一拉 这边准备打团了 怕个F 然后赶紧给你跳过去 赶紧跳过去 这边别让琳娜 帕克在找机会 已经看到琳娜了 跳过来 空两个 但是 小A直接赶紧BKB 得吹自己了 帕克 吹自己 看自己能不能跑 还有一个F 再F一下 小熊 这边德鲁伊 跟勇鬼对刚 但是德鲁伊 有盾 这边朝西 大段后手 非常漂亮 这场比他朝西 放大 放得非常果淡 相当精彩 他这场队友相当强 真不愧是 其言分子高端局 打得很好 这边 琳娜在一套 想提前晕 帕克 但是没能晕到 帕克 走位 躲了一下 然后这边 直接过来 一线成功 但是 德鲁伊 在正面 还是有点谋改 透露员满活 找赏 你有宝石的 可以接着A 再A 刚才那一波 是有宝石 这边 苗口完成一波 风光杀戮 优鬼在这 也收掉了 收掉了小熊 这一波 是眼方的一波 反攻 打得非常好 从此以后 帕克经济 跟优鬼经济 都赶了上来 优鬼这波 也有了分身斧 帕克三千多 所以这一波 风光杀戮 这边都是大人头 经济都比较理解 所以人头都很值钱 你看苗口 这一波风光杀戮 500多 700多 400多 400 360 很值钱 一波让自己 变为了万元户 不是怎么万元户的 一波发家之父 这边苗口 下一波要做BKB 他觉得BKB 还是比较重要的 刚才那一套 直接被打破 他有切入意识 切入的相当好 刚才主要潮汐 那个大也漂亮 配合帕克完美切入 最终打赢了联络团 相当精彩 帕克跳到高地上 然后看有没有眼 然后没有眼 还是很安全的 这边帕克雪亮 他还是打算 你看他们大神的细节 就是非常好 就是要把蓝打光 再回家 尽量不要留蓝 要不尽量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把蓝打光 再回家 非常非常的舒服 对面没有宙斯的情况下 是可以这么干的 有宙斯还是要小心 或者有卡尔 是要小心 那李子原来老是 每次都要打干净 最后一滴魔跟血 再回家 经常死于什么莫名的天火 宙斯的雷击 其实有时候也是你赶上你倒霉 你这红雪打野的队友很浪 你妈跟宙斯拼一枪 宙斯开个大霜啥了 经常这样很郁闷 空雪回家 有时候是个好习惯 有时候也是个不好习惯 自己拿捏 看对面 只要没有那种全球性技能 比如说冰魂 卡尔 宙斯这样还是比较稳的 你卡尔天火确实 不是特别怕 就比较恶心 因为他那是定点打击 巡航导弹 卡尔天火那个难度还是挺高的 说实话 这边可以把眼拍了 把眼拍了就可以走 有个现眼 这边怕个下来要是出西瓦 感觉还可以 西瓦是效果不错 因为对面物理细胞瓦比较高 有小黑加VS光环 物理输入挺高的 所以说西瓦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道具 那他这个宝石带的很 很到位 把眼都给反一反 所以说顶 顶端天地 他们能打到这么高分 并不是浪得虚名 你看刚刚在那个潮汐切入 我相信稍微可能 不说水平低一点 可能连五六千分的玩家 潮汐都很难做到那么冷静 就是在打起来 潮汐低时间居然没有交大 而且看到 准确看到后排 德鲁一跟后排分开 然后直接一个大招打起来 如果他潮汐低时间大 对面状态都很好 抱在一起 丽娜加小黑加群德 组成一个立体的三角式防御 你不太好去放技能 放技能 对面可能凭下强力输出 一波反打 潮汐有可能大招 所以说玩好团控 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 并不是说你大了多少人 你就是牛逼 你就算队友死光了 你那么大五个也没用 你对输出不在 你大五个也没用 所以你一个得看输出位置 一看对面位置 就是在输出能打着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大招放住对面的多人 这个是一个会玩的 哎呀这感觉要熊猫被抓了 荒乱之源直接被抓死 这边来找帕克了 帕克还好没有赏金标记 抓了一个荒乱之源 然后这边貌似 帕克这个位置还可以 看看能不能怎么打 赏金已经找到他了 赏金给个标记 帕克过来一套技能 直接A死赏金 编带杀戮 爽尼最终还是没能逃出生天 这波一换一 讲道理不算亏 优伟开大 直接留了 接一次物 效果非常好 这边可以接着留熊 帕克过来留小黑 艳芳这边打得相当主动 小黑直接BKB 毫无办法 帕克来散失一次一下 这边想用S一下 然后但是 琳娜这里 讲道理应该也是跑不了的 这边一个沉默 但是刷个大鞋子 帕克还有一记沉默 超级踩大 直接给沉默干掉 优鬼在这 优鬼追身了吧 优鬼能不能跑 还行 还行 小黑跳过来 然后帕克帮助吹见小黑 然后直接可以跑了 这这这 不能再打 帕克跳过来 哎 熊德呢 这他没熊了吗 这边还是A死 盖子赖 帕克操作相当秀 这一波又是艳芳 大获全胜 优鬼的精力 一直在持续的发育中 经济也是越来越好 帕克继续 洗瓦之后 可以留一波买活钱 德鲁依还是肥 但是德鲁依肥 并没有什么太多 做的 德鲁依这个英雄 慢慢他会错过 自己最强势时期 他现在已经没熊了 他下来大家要提出金箍棒 因为对面 对面隐私的miss 蛮蛮烦的 所以说他出金箍棒 在清理之中 优鬼下一步要做龙心 封脸优鬼 真的不是特别好用 感觉他这个封脸 出的真 真是有点脱节奏的 出的并不好 虽然散尸现在不算法球 但是能跟喜悦叠加 但是这个封脸出的效果 真的是一般 两千块钱 讲到也不便宜 确实不太便宜 两千块钱 可能人有独特理解吧 因为毕竟水平没到 人家那个分段上 所以说有些时候 人家出装 也不要盲目之意 就有些人 分这种东西 还是很看水平的 有些人觉得 你是弹幕视角 就是你是上帝视角 你看这些选手 肯定都会决赛 最近大家肯定问的 最多的消息就是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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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东西 就是 怎么怎么说呢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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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最热门的消息 就是 就是 大 就是 塞拉加入了 危机 然后危机 目前来看 虽然不是很了解 威慑的 那个邀请制度 但是我个人感觉 他很难 应该是得打 公安海选塞了 其实他们这个 也算是破而厚利吧 因为危机 就目前 这个状态来说 这个人员配置 两个新人打酱油 然后 大B1 RTK2 CTY3 讲到 他没阵容 很难在中国 去处位 比如说 换上塞拉 可能对他们实力 是一种普强 但是 大B打三五位 说老实话 并不是很抗 三五位是需要一个 比较看经验的位置 大B神 打三五位经验太少 而且三五位是属于那种 不能吃太多资源 也得打出作用的英雄 所以说 这种英雄 讲到的的话 其实是挺难打的 而且大B神 目前来看 他的英雄池 适合打三的 就只有一个能力 需要很长时间练习 所以我对大B神 这次转型 并不是很看好 年纪大了 转型可能 不见得是好事 但是塞拉加入 目前塞拉 确实是中国 最好C位之一 所以说 加入 海选 危机打海选 还是给予祝福吧 所以你说怎么看 确实不是特别看好 这次 但是 塞拉 他个人感觉挺适合 CTY的 没准能打 打中好成绩 ROTK 他是一个智将 我承认 ROTK 虽然大家黑的比较多 但是你经常看他路人 还有一些比赛 指挥 你看这ROTK思路是对的 只是 他的手 确实跟不上 他的脑了 这种选手 其实适合打加油 就是 指挥一些 然后对于形式的判断 什么还算准确 这种选手 而且他跟塞拉 也是老队友了 有可能会有一定好的魔盒 没准能打出比较不错的成绩 虽然这种东西 忍者兼人 智者兼智 还是希望大家都加油吧 目前最大 最近的大赛 一个就是ESR1 马尼拉比赛 然后到时候 林泽友给大家在这里直播 还有一个大型比赛 有可能就是 SL SL1 由于火锅都在 所以倒是不太可能 你看这场比赛 潮起 其实打得真的好 刷新蛮没惨 赶死了 打得真好 潮起一辆比赛 打得真的没 没得说 打得真好 ROTK有吹风 但是没弄 第一时间吹到 跳到 在自己地方 所以说 要杀不掉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潮汐 如果是打得好 潮汐绝对是 可以击手工 打得非常的出色 呃 幽鬼这波 也是 身为不有盾 幽鬼这波 带盾 带龙心 感觉眼方 现在正面已经熬过了 他们自己最难打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可以迎来 他们比较辉煌的时期 迎来 他们稍微舒服 一段时期了 帕克装备 2600块钱 下一步 他要相补 相补 逼逼逼 因为感觉 对面的 其实讲道理 有吹风 有F 一般 BKB还不是特别需求的 杨刀 其实是个好选择 吹风 你还可以换 这边准备 单杀一波VS 还是有希望的 他马上就有CCD 这边VS躲视角的一个锤 还是不错的 这边有希望 开始也蛮好的 直接达到超神 投雷shade 15-5 夜暗房 现在已经迎来自己强势时期了 而且潮汐这几个大招放 都是很到位 很合理 帕克一直在持续刷剑 队友打起来了 潮汐没大招 其实应该可以再缓缓 潮汐这波有刷新大的 这样在潮汐的发挥 几波大招很关键 确实很关键 优鬼应该也是龙心 龙心到手 下一步要做MKB 来克制对面的灰耀 因为有德鲁伊 德鲁伊的灰耀 还是惊慌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边Lina自己在这里 Lina吹风吹走 有C 这Lina开BKBTP啊 你们打呀 这太 能不过也 哎 这边我反杀了 帕克斯 我只能用一句话来 人都帕克斯 帕克斯 我跑我不跑了 他妈的干死你 就Lina就把帕克斯 干死了 这就要不然人都是 逼出来的 妈的逼到你那份上 啥事你都能干得出来 这Lina本来想跑 就妈讲道理 让Lina跑了 帕克也就心满意足 结果这妈 不让Lina 帕克不让Lina跑 Lina原地就把帕克给撸死了 然后就把帕克撸死了 人真的都是逼出来的 其实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大逼神 大逼神现在确实被黑的比较多 但是粉丝不是瞎子 还是那句话 大逼神有时候被黑 确实因为他自己的问题 大逼神感觉最近 虽然我承认 大逼神粉丝众多 但是有些话我还是得说 他大逼神现在心态有些问题 感觉打的有点小问题 有点怂 其实巅峰时期 B神大家看过比赛可以看出来 大逼神原来打巅峰的时候 在一哄的时候 那时候他的水人 一哄打Lina的CN 当时有P子有周 他那场比赛大家可以记得 他就是全场很逆风 就靠着一个水人带 大逼神当时就是水人 他就带他敢带 谁敢踢个家来他杀谁 谁踢个家来他杀谁 P子满血SF下来 满血六神的SF下来 直接被大逼神 直接被大逼神一套 去那刀打出的盾 那个时候大逼神就是谁带线 他敢杀谁 现在大逼神就是谁带线 只要有人提别他就敢跑 就是有点打的 感觉被喷的有点没信心 他在意粉丝的看法了 其实这不见得是件好事 也是期待逼神重回巅峰吧 不过就他现在这个年纪来看 很难回到巅峰 有一说一 肯定达不到当年 世界DC的水准了 但是可能是调整 经过一段调整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选手 但是很难达到当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达到五皇的级别了 还是说的比较客观 玩家有的玩家 逼神粉丝不爱听 但是说的还算比较客观吧 我个人感觉 接着来看比赛 现在局面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平静的阶段了 然后帕克这边也是该发育发育 该刷刷 然后德鲁伊双倍德鲁伊 德鲁伊帽斯有一仗了 看着小熊已经没一仗了 小熊上还还脑子里还是有那个buff 德鲁伊也是利用自己的火药带带线 帕克也是刷钱 这段时间相对来说就有点无聊 隐私装备也是慢慢跟上来了 隐私帽子有散尸 散尸加技品 尤其是一个不是个大哥的隐私 这边有鬼 有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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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跑了龙心有鬼确实够肉 帕克也是飞鞋下来准备来支援一波 开悟有鬼这边能反打 但是没多少蓝 帕克开悟蹲一波有鬼 帕克现在这个装备已经比较豪华了 可以吹风晃羊刀 基本上就算是一个神装了 然后打到后期 哎这边 小熊应该不在这了吧 西娃 但是好像不在这了 抓不到了 拖一下 再清一下兵 这边帕克点了一下中推了 他们感觉要 有趁有鬼有盾 有鬼有盾 应该还没消 消了已经 已经回收了 招人 帕克西娃 开着视野 赏金跑 但是帕克没保持 所以说抓还是比较难抓 潮心应该带着这块宝石呢 嗯 李娜也是在带线 然后李娜准备TP了 应该是 小黑利用分身斧 这边 这边有 有鬼单抓 李娜 李娜有隐身的 这边一个锤 生个石头 但是还是不太好杀 双方都在这准备 伤高地了 睡住熊 帕克一个 西娃 这边熊应该是杀不死 熊还是比较肉的 帕克要走了 帕克要走了 告你撤退了 帕克要走了 这边有鬼还在跟李娜玩 有为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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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 所以说他可以一直速记在带线 有鬼只要注意 对面有沉默的时候 别别被别被怼就行了 就是别有鬼开大 沉默一开大 飞不过来了 傻了 就注意这个就行 玩有鬼有鬼 其实这英雄蛮简单的 推荐大家 我觉得这版本是一个 比较好上分的 只要你掌握好 打架型有鬼的节奏 基本上是一个 很好上分的英雄 而且这英雄讲道理 打到后面 也是不是很虚的 打到后期能力很强的 优鬼这版本 还是不会后期之王的美誉 这边帕克应该要走了 他吹风把自己挖入 他吹风把自己的 就是把自己的那个 身上的赏金标记 就是解掉 然后直接飞鞋走 飞鞋走 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加舒服 就是让 还是被留了 帕克刚才吹自己 飞走就是证明 别让赏金看到自己走了 要不是人家容易冲出来 留人 结果这边 德鲁伊 那个痛远貌似 没有领悟这个 这个这一点 就让自己还是被留了 讲道理 德鲁伊确实跑得也太慢了 不是德鲁伊 痛远跑得也太慢了 被留也数正常 这边怕个买活 有买活 优鬼实际上 应该也有买活 优鬼现在已经刷到经济第一 优鬼现在确实 比较敢肆无忌惮的刷钱 他们现在 由于对面 艳芳有潮汐的刷新大 所以说 他们什么团战都敢接 优鬼刷的也相对来说 自信一些 比德鲁伊敢刷 德鲁伊现在只敢让 胡耀小熊烫到冰线 只有丽娜敢持续的刷钱 看丽娜也是带在线 基本就得走 德鲁伊也准备补位账 其实这个熊 我个人感觉 德鲁伊新套装蛮好看的 应该是 应该是最好看的一套德鲁伊了 然后今天也是周五 做完 大家看到这场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周五 所以说也是祝大家的心 就是周末愉快 离子周末愉快不愉快 不知道没准备有可能要加班 哎呀好烦 没办法 生活总有不如意啊 这边 德鲁伊 经济一只紧咬有鬼 这段时间相对来说 有些无聊 双方都是以刷钱 刷钱为主 不太敢主动出击的 不是特别敢主动出击 怕个一个沉默 这沉默没沉默到 没轻到兵 2600块钱 可以买活 他说看了一下自己的买活 够 德鲁伊再过来看一眼 但是熊 这个德鲁伊反应还挺快的 跳过来 没有让熊被打 熊一被打 又可能传播去 不过应该也没问题 吼一嗓子 他德鲁伊这版本 现在为什么强 一个是他被开发出了 适合他的套路 而且这版本推进也挺凶的 德鲁伊这两方面都还行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德鲁伊现在这个版本中 他这个意义改动 真的是特别特别强力 吼一嗓 基本上你很难抓住对面 现在就是雁芳四处带 怕个游鬼都在发育 然后德鲁伊也是 德鲁伊也是在 积极的拿小熊带线 也准备补卫仗 后期靠 A仗以后 小熊就可以在任意地方 远离主持人的地方 可以攻击 也可以打一波偷塔之类的东西 也都还不错 因为他毕竟是有一路优势的 他们上路 上路打船了 没开出力 好还有个近战兵 没打船 他们这还没有一路优势 感觉这种越打 后面夜眼房是越好打的 因为他们后期 和比较多 刷新潮击 对面二小黑 打到后期 确实作用不大 德鲁伊也不是一个 后期很强的应用 面对游鬼都有点不够看 游鬼加一个 神装游鬼加刷新潮击 以及帕克 感觉比较好打 隐次也能持续发育过 你看天文 艳芳现在就有什么好处 他们有一个刷新潮击 威射猎屎 这边帕克飞下来了 隐次这边C三个 开BKB 优伟开大 这一波感觉 艳芳又能打赢 这潮击过来吸瓦 再C一下 潮击连大都不用放 这波就完美打赢了 潮击连大都不用放 但是琳娜也一直在 风光带现 艳芳现在正面已经完全不是天文 方能能打到了 天文方现在只赢一手带线 只赢一手带球 只能做 真的是只赢一手带球 一会儿做完这场比赛 给大家放一些 最近比较 这边帕克跳过来 吸瓦 锤子 我走 一个沉默 这边琳娜正面能力 还蛮不错的 引刀直接走 没办法 没反应 他现在大哥帕克大哥 格子有点不太 不太够带宝石了 所以说也毫无办法 杀不了 优鬼这边也是带领潮击星宗拿盾 拿着这个盾估计夜眼防就要推了 不能把节奏打这么滑了 他们虽然刷到后期 迎面比较大 但是对面由于带球推打也蛮核心的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继续带了 就是不是继续带了 找机会上高了 要把优势转上为盛势了 优鬼因为他现在装备也属于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饱和的阶段 优鬼现在这个装备已经是 很肥了 接近大六格装备了 还有一个盾的格子 金箍棒 二代散尸 分身 加上龙心 后面可以 他这已经开始换飞了 我刚刚说他可以换个飞 换飞最后一件可以补 大云锤效果挺好的 德鲁一这应该已经有一仗了 已经有一仗了 小熊已经可以攻击了 主神就可以在家里玩别的了 主神 你看主神现在也可以看出来 他已经在家里玩了 主神战着就行了 跟几方打玩架 玩小熊就行了 你看德鲁一视角肯定是一直在操作小熊的 你看一直在玩小熊 这就是A仗德鲁一的好处 一直玩小熊就行 小熊 后面 因为马甲原来打过一个八神德鲁一翻盘 就靠拆架赢的 就是他的装备选择什么 这个装备的小熊 你看他小熊现在选择 这些专备都是一些 你看 马甲那场 他这个小熊再多一个金箍帽 多一个飞鞋 然后大主身上再多一个零龙心 就是持续靠小熊带 小熊恶心你们 你敢推我直接小熊拆你们 就这样的打法 这种德鲁一其实打到后期是恶心的一逼 我只能说 只能用这四个字 五个字应该是 来给你们评论一下 恶心的一逼 谁打我谁知道 那张比赛我是对面 我都疯了 对面那场是 这边是马甲 还有 还有谁 马甲大风哥 还有 还有谁 反正明星挺多 还有AME好像是 对面是 对面有P死 P死猴子 满格神装 打不到架 一打架 架就被偷一落 一打架就被偷一落 我只有那个 讲道理一眼方的几大哥 真是肥 差点超级冰分吧 所以说 这种战术 其实真的是很恶心 但是刀他嘛 赢了极是真理 只要能赢 管你用什么战术 你像最早班子 大家还是说什么 偷塔无耻 现在兵丸已经告你 只要你能偷动 你就可以偷 没什么管你 这边准备上高了 还是准备上高 毕竟潮西刷英娜 潮西刷英娜 带盾 准备上高 优鬼分身 拆架 毫无办法 哎 这路隔了吗 但是你看对面 给自由视角 你看对边的拆 Lina 立晚打不过Lina 潮西只能回来 正面打起来了 正面没打起来 还行 还行 吉娜还是被潮西过来 一个大招干掉 这波交换转了 一路 一路没掉 眼光这路没掉 哎 但是德鲁伊 也 哎 他妈有点乱呀 看不过来了 什么情况 哦 这边冰 杀 Lina 说 被冰给拍了 小熊 小熊 被Lina 小熊 再拍一个远程命 好 他妈 这边 正面回来了 结果 这一路 一路换了 一路半 好亏 这么大优势 一路换了 一路半 好难受 好难受 好恶心 这就是熊德 到后面恶心了 小熊做了 飞鞋 你敢来拆 我就直接飞鞋 回 回去 这种小熊 我见过 这场比赛 我看过 马甲 他们当年就打过那场 十神 德鲁伊 十一神 到后面 主身是 鸡品 A杖 刷新 玲珑心 飞鞋 小熊是 飞鞋 最好还补着干 灭 马甲 反正是 金箍棒 大鱼锤 不是 大 大电锤 辉奥 然后还有啥 还有 反正也是 就是也特别深刻 就靠玲珑心 小熊 吃月餐 这边 燕芳 准备上高地了 就一波了 不跟你废话了 但是正面 你看啊 这波咱们可以暂停一下 看看小熊这里 先宽成自由视角 小熊这边在拆架 让我们看正面 现在看正面 玩家视角 看正面 帕克这里 开了 现在开了 这波打越来就超级兵了 那边小熊已经在拆了 琳娜买活 这边帕克上来塞了全部人 但是 优鬼一个潮汐刷新大 接着苗 赏金买活 祝德应该也是能买的 小熊已经把对面拆完了 这一波帕克死了 帕克也买 直接过来一波了 双方都买 这波感觉打不下来 优鬼死了 交盾 潮汐 刚才一个大招用了 优鬼这里能不能跑 分身开一下 得救 帕克这边扬刀一下 但是优鬼好像要死 优鬼被吼住 优鬼得撤了 小熊正面很猛 打得非常非常混乱 潮汐没有第二个大 刚才有第二个大 比赛就结束了 他没第二个大 优鬼死了 优鬼潮汐双方买活 都往这儿飞 双方 必须要拿来这波 不能撤 因为他们超级兵了 天灰方只要守住 这样比较他们基本就拿下了 这场打到非常的惊心动魄 但是小黑这个推很关键 他们这楼都没PKP的 优鬼再过来切 小黑死了 但小黑也能买 VS也死了 我隐次也买 双方都在买 但苗口正面扛不住了 苗口感觉要死 被沉没了 帕哥开启BKP 扬刀 哎呦 对面小控制相当多 躲力的大 非常不错操作 但是优鬼扛不住了 感觉有点 帕哥已经正面 也没打跑 扬一个 但优鬼扛不住了 没打下来 天灰方平坚 N个买活 四五个买活守住了 优鬼买活死了 这感觉要贵了呀 哎呦 这好难 没打下来 这波就雪崩了 能打来就好了 没打下来 既不如人 干麦下风 没打下来 哎呀 雪崩 打来就好了 呦 最后没打下来 嗯 系统bug 没办法这种东西是 就是录像bug一直有 只要你换成这种 显示人名的 所以很多朋友 我试试显示那个 行不行 以后做视角 咱们显示这个 嗯 对对对对 就这个 嗯 不是这个 因为它是bug 这种 这种讲道理 更看不清啊 兄弟 然后这边 先先不管这 天文帮先打到这 说 他一个沉默 但是没有优鬼 那么顶得住吗 你看潮汐刚才 潮汐刚才那个 刚才跟那波 只要有两个大 结束了 但是他第一个大 杀利娜了 这边都顶住吗 帕克这里 感觉要死 帕哥 哎 F最后一秒 F出来 跳刀走 拨一下 回摸鞋 可以继续 就继续出来 先先磕个罐子 先买个瓶子吧 这是最后一波了 别舍 别舍不得花这个钱了 舍不得花这个钱 那边就带进棺材了 但是帕哥这边还没有放弃 一次已经放弃了 这边潮汐刷新CD了 守住了感觉 帕哥F躲一下F 守住了守住了 宝石掉1D 根本没人管 再杀掉丽娜 对面都是买活的 能不能反一波 有鬼活了 反一波是有希望的 这边 透露来打了个问号 帕哥这边在飞 谁大飞鞋飞的潮汐老人上 验兴使被杀死 这边得有人守超级兵啊 帕哥有点带不动超级兵 西法刷一下 这超级兵得守了 虽然这波守住了 但是也是急伤 还有要做刷新了 看他这瓶子 也没办法 直接可以卖了 矿石持久的大战啊 这波虽然守住了 但是其实是挺 挺艰难的 隐私一路都要放弃了 然后这时候 就他们就开始漫长的 手超级兵大战了 嗯 不会被小兵打死 应该是还是可以 可以坚持一下的 这边帕哥也是 准备做刷新 现在超级兵很强 但是超级兵有个 这这个视角太难受了 所以我们把灯稍微换一下 也是 可能这样比赛人说 例子你调东西调太多了 但是 这样的由于比赛 所以我们得多方面的看 有不同的角度 过来看这样比赛 这边可以换几个飞机 优鬼直接过来 但是优鬼一个人别冲动 哎优鬼别冲动 妈的你这冲动死了 B一波了 这边准备反一波 但是其他就你们两个人 那么对面五个人 这跟你们像一波的 不要搞笑 快跑 德鲁伊 大家也可以看出这种 德鲁伊有多么的 就是你这边打着 加美了 这根本就糟不住 德鲁伊刚才好像 貌似是把一杖给卖了 他是把一杖给卖了吗 我刚看到上没有一杖 小熊上又又有那个 就是显示那个不能打的 那个就是被缴线那样 什么鬼怎么又没了 这波艳芳 天文方决定再干一波 他刚才觉得 他们那波没干过是失误 不过潮汐这波 已经有一个大 有一个大 没有两个大 是个机会 有鬼有大 隐刺有大 德鲁伊三头熊 有刷新 有三头熊 帕克讲道理 守超级兵真的不行 这英雄真的不适合 守超级兵 什么英雄适合守超级兵 像一些火猫 特别适合守超级兵 一姐这种 普通攻击就有AOE的 这种英雄适合 他流浪剑可斯文 这种适合守超级兵 猴子也还可以 剩下NEC也行 卡尔 其实A仗卡尔 也还可以 守了AOE图 对面猫子要打盾 天元王这边在找机会 看看天元王在干什么 天元王在干什么 天元王在刷钱 天元王在刷钱 好稳 天元王刷钱了 双方都要比拼一波 大后期了 都要刷钱 现在就属于人人身装 满地宝石 到处升剑的局面 非常矿日持久的一场比赛 然后底下是我105 也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然后谢谢大家 优优机网的支持 这边优伟再做蝴蝶 蝴蝶做出来 他就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他应该是把刚才带盾 那个格子做了蝴蝶 864块钱 丽娜拿盾 他们感觉应该还是要推一波 优鬼这时候买活没CD 看看买活状态吧 因为这时候你看钱 没什么大用 优鬼买不活 帕克可以买 然后丽娜能买 这边优鬼潮心买不了 对面也只有丽娜跟德鲁伊能买 所以说对面丽娜带盾 三条命 他有满活 三条命 德鲁伊也有三头熊 这波他们应该感觉还是要推一波 帕克 帕克不留买了 直接更刷新 我打得好拼 不带鞋了 叶眼中弹 正受到攻击 这波好凶相 这波他们守不住就叽叽了 所以说买了也没什么用 帕克非常古短 但是潮汐刷新球应该在CD了 看潮汐 潮汐也有刷新球两个大 这波看潮汐了 潮汐能放好大 有的打 通口之缘 他们这场比赛 由于带兵线都不强 所以我跟着感觉挺不看 他们这个超级冰翻盘的 因为他们带兵线能力都太弱了 通口之缘引刺啊什么 这种都是带兵线很弱的 优归也不属于带兵线快的 所以说他们这一波带兵线 并没有一个带兵线和好的大人 这一波伪迹品还行 潮汐也是把兵线带出去 对面还是在稳 就想让熊的头打 我跟着感觉你三头熊 直接咬熊 但是我个人感觉把熊做了 痛苦之缘都快死了 小飞上来分身一只摩塔 天文帮非常非常稳 不过天文艳芳为什么敢乐于一只手 因为时间长了 小兵是慢慢会增强的 所以说等你守到超级冰 守到小兵比超级冰还强的时候 你就可以赢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比较难 这边好稳 就是不推 一直要等着 等着艳芳失误 一个不注意 就把大家拍了 这边琳娜 哎呦呦呦呦 琳娜开启BKB 游鬼把琳娜BKB打转 不亏哦 这边还在带兵线 艳芳根本就不敢出去打 游鬼没买的兄弟 你别这么跳啊 我靠好 好慌 游鬼又死了吗 哎呦好慌 游鬼有蝴蝶 这个蝴蝶很关键 这边游鬼奔过来 潮起一脚大的 琳娜一个刷新 能不能秒帕克 帕克死了 买不活 买不活 否 他刚刚买刷新了 买不活 这边杀熊德 但是游鬼战斗力还不错 秒离个 潮起还有一脚大 帽子啊 他打过了 两脚大都打过了 没大了 但是正面好像打得过 都离主体被杀死 VS被弹死 趴个死 情况下 帽子能守住 游鬼游鬼能买火 他实际上有钱 这波又守住了 大鞋子 但是家里 苗口一直在点家里 告诉你家 几乎帽直接弹死 游鬼 那品真是好 几刀 直接把铃铛 A死了 又守住了 但是这兵线得处理啊 好难处理 同学员只敢把兵线往家里带 因为他现在 超级兵太难了 所以他只敢把兵线往家里带 靠泉水打 泉水来守他 真是让人感动啊 这波又守住了 好 他妈有任性 夜夜方好有任性 潮汐也出了一仗 双方都是极尽所能 出自己能带线的装备 潮汐也让游一让水 便能游一 所以说他带线 也就非常方便 呃 现在就是夜夜方想推 然后天黑帮 天黑帮 可以不推 就是这样 然后双方一直持续的 耗 看谁能耗过谁 其实我个人感觉 德鲁伊有几波 本体可以不用来 就在后面招熊就行 刚才那波本体被摁死了 直接本体死了 那你这还玩个忙 本体直接挂了 怕个应该得刷波买活 这样比赛时间 还有十几分钟 然后双方你看 这还有 还有十六分钟 还是比赛 让我们接着往后看 比赛还是非常精彩 一张比赛 怕个死了 让我们看游鬼 这样视角 现在就可以以自由视角看了 基本上就是 因为怕个 就是第一视角 没什么好看的 就拿自由视角看 双方 苗口他们还是不愿放弃 刚才 在点家里 这包你看 几个人分开弹线 影刺也出了个技品 让自己啊 他早就有技品 但是影刺 讲道理 我影刺都蝴蝶了 这个装门影刺还可以啊 几次都大云蝴蝶了 远手六分装啊 VS真是越打越穷 VS赏金这种 跟不动装备的 他们没钱打 VS赏金 超一名兵线一直在对面 没钱 抓有鬼 一套 但小黑没MKB 打不动有鬼 这波 帕克飞下来 Lina开启了引刀 小黑做进攻棒了 小黑必须得做进攻棒 打人全是密死 这打个猫 打人全是密死 小黑进攻棒已经好了 那这波小黑装备 也非常非常豪华 隐私也是带命线 优鬼接着带 通往都带 帕克这波也是 有买 还是没买 1400没买 这波翻版看优鬼了 帕克已经不是很重要 所以只能以优鬼第一次 要来看了 对 刚才那个小熊 忘了 他把一张卖了 我刚刚想起来 他把一张卖了 所以说 他刚才本体必须过来 我忘了 他为什么要把一张卖了 刚才是想买活吗 反正他把一张卖了 这波接着 接着推 就是双方 就接着带兵线 就风光带 优鬼 对面这边有优鬼 然后对面就是拆迁能力强 双方谁也不愿放弃 打到这种程度 谁输了谁都会很伤势 我相信打一场 就有绝 赢了 赢了 我可以再战一天 输了 我们一天都不想打招他了 这种绝 为什么说 有时候彷徨局比拼的 更多是心理 就跟比赛中 打个BO3 我第一场打了100分钟 输了 我靠 那后面两场 我直接就打不了了 直接就崩了 这边有时候做拳手也不容易 挑上 哎呦 这边就是带 能带 优鬼能买 帕克还是差600多 潮汐也不能买 对面是 丽娜 德鲁一都能买 德鲁一不能买 德鲁一差钱 这个德鲁一钱都去哪了 怎么 越打越穷呢 兄弟 小熊 真的怎么越打越穷啊 这德鲁一 德鲁一半天没更新过装备了 七十钟 没更新装备了 这边小熊要死 我感觉 被动物园直接咬 新鬼德鲁一还有一头熊 德鲁一还有刷新 还有一头熊 三熊德鲁一 就是不放弃 突中一个不放弃 有鬼 这越刷钱越多 有鬼也可以不刷新了 散尸其实可以卖了 现在可以出大晕了 感觉大晕比散尸好 出大晕好 伤心滚滚来 这边接着小黑接着拿分身拆 他们这最后一座外塔应该是也不复存在了 看一下 最后一座外塔有 应该是没了 最后一个门牙也掉了 就是光秃秃就剩这两个建筑 整个基地就剩这两个建筑了 好可怜 比赛已经到71分钟了 然后时间非常矿日持久 最近好像这样比赛 其实我当初做的时候是下了很大勇气的 因为这样比赛 说实话打到后期时间非常长 有时候不知道给大家说什么 但这样比赛 很多人想看 天天有人求 天天有人求 所以这样比赛就给大家做出来 既然那么多人想看 就做出来吧 无数人想看 所以大家就说 你只做吧 离子做吧 都是求量 所以而且最近老人说 离子有点短 最近做比赛太短 然后就没办法了 然后只能找找长长的比赛 证明老子不短 好了 这样比赛我们接来看 很长 狼狼 搜了 这边接着接着拆 接着带 诶这边准备 啊换项 我以为 天魏方现在有点 不太敢跟夜眼方正面接团 毕竟夜眼方的装备在持续的更新 就是你看这优鬼有钱打 优鬼越打钱越多 对面只能刷刷野 现全是我们的 然后所以两边经济夜眼方 其实是在增长 你看这个经济曲线就可以看出来 夜眼方经济其实是在增长 这边秒帕克 帕克能不能被秒 优鬼第一时间下来救帕克 好兄弟一起走 这边有A仗的 琳娜有可能要死 琳娜能买 还行 还行还行 抓死琳娜一包买 我机器 琳娜直接打了机器 心态都有点变化了 其实打这么长时间 确实挺累的 这边帕克没死 琳娜死了 你自己消费了 优鬼六千块了 冰谱刷新了 赶紧回去清幻象 把幻象清了 小雷就是太大 我感觉夜方这场翻了 天王没什么办法了 天王真的没什么办法了 天王现在拿这拿 夜方刷新大家神装优鬼 没什么太好办法 所以说没办法 他我感觉他们这场应该是翻了 对 包围 这边优鬼做出了狂战抚慰了 清明圆把伞丝卖了 补了把狂战 兄弟呀 天灰帮拿肉杉 这帮谁拿盾 德鲁伊拿盾 德鲁伊看得很光明 又补了一个A仗 这德鲁伊在搞笑吧 卖了A仗补了 又感觉还是A仗厉害 他现在A仗刷新三头熊 就站后头了 他就这么决定了 真身不上去了 小熊偷偷塔得了 他又把A仗又给卖了 又给装上了 又给买了一个 感觉还是A仗厉害 他刚才是不是为了庆祝啊 他觉得超一名守住了 然后他们庆祝一番吧 一张卖了 他觉得 哎 把老子都不用一张了 就证明一把老子屌 已经拆出你们三路了 幻想自己是MVP了 就你美好的一逼 就骂谁知道现实太残酷 德鲁伊真是冲个BKB 这德鲁伊好逗 装备换了一遍又一遍 优鬼坐出狂战斧 代剑方面 这时候你可以看出 后期死闻那个被弄多么屌 火猫那个T多么牛逼 这时候优鬼真想化身为火猫 不过脚道里就吃火猫啊 早输了 火猫打正面太弱了 这一包双猫打到这份上 谁也不愿放弃 肯定谁也不愿放弃 这边又抓帕克 帕克能走吗 优鬼飞了 C主赏金 帕克 但帕克还是死了 帕克讲道理 后期机身 这个时间段 帕克还是不行 没什么用了 这段时间帕克 带不动命宴 打不动丁 这时候还得看有鬼了 输赢就看有鬼了 帕克把他前级该做都做到了 这样帕克 有二三十杀吧 十八杀 狂战清明宴 效果好的一臂 这边准备推了 大云 直接给你 刺激线输入也起来了 直接把琳娜秒掉 潮汐扔个空大 但是感觉优鬼标扔歪 那感觉营养的大了 帕克满活 这准备干这一波 先把熊怼了 但是斗里也有刷新 还好 家里冰箭也是个问题 看他现在 其实小兵已经 一眼方小兵已经成长得蛮高的了 看一眼方小兵 现在攻击力已经不低了 六十 还是差点 还是比潮冰差不少 还是打时间太短 潮冰133 你打到 你打到200分钟 小兵是比潮冰强的 你比你可以开个单机 你自己试试 打到200分钟 肯定是小兵比潮冰强的 小兵有无限成长性 有潮冰这种 这边又我也把线带出来了 准备来打一波了 对方琳娜是 买能买活的 德路一不能买 德路一刚刚更新了个BKB 打到后期 优鬼真是王道啊 优鬼这英雄后期太猛 太王道了 而且你像什么 你像什么 就是优鬼还有一个别的大后期比不了 他带兵线 就比如说我抄一兵 人家哪路被抓了 优鬼可以第一时间飞赶到 这就是优鬼打后期的特别厉害的东西 无限的机动性 这个太强了 他们这样比在队友带线能力真的不强 准备抓优鬼 但优鬼有的事前6400 随便买的 优鬼准备出圣剑了 圣剑他换什么呀 兄弟 换金蚌吗 他没得换 这些东西又感觉对优鬼都特别切合 没得换 这是俄文吗 俄罗斯玩家 这边抓小熊 怼了小熊 其实我刚才感觉 他买圣剑没用啊 他出圣剑 他换什么装备呢 优鬼是买圣剑了 准备打一波了 不留钱买了 把狂战卖了吧 把狂战卖了 留个买 我刚感觉好 金箍棒卖了吗 金箍棒 龙心卖了吗 我好拼啊 完全打出头 龙心卖了 好拼 他买不活 我这圣剑 攻击力好高 一刀就可以听命 打到这份上 谁输了谁 真的吗 回家哭去了 真的是谁 谁输了谁 回家哭了 他太难受了 这这局输了 真的是 受不了了 不够买 还是一直在点自己的 看看勾勾 还需1431 不够买的 接着刷 帕克没买 没钱 优鬼也没有买 潮汐又买 还是感觉还是得经过一波团战 还是得团战解决问题 团战不解决问题 谁也不太好推 一眼方现在正面是强 但是问题是 天文方几个人 带线能力也强 一眼方带线能力太弱了 虽然他们正面很强 但是他们有几个人不能带线 动物人员这种英雄代表线 一次也是 基本上没什么带线能力 所以他们现在能带动线的 真的只有 优鬼和帕克 我打起来了 开大 优鬼开大 圣剑好强 优鬼切入 但是好贵 丽娜其实这个大可以给优鬼 哎呀 打赢了 这拨团战 感觉眼方打赢了 一次大晕 这拨德鲁一在 就是 痛感在手加 你看优鬼很慌 不停在切尸角 德鲁一拆加 潮汐还有一个大 潮汐这个大 毁连滅地 优鬼回来了 结束了 叶芳赢了 肯定赢了 痛感在家 手加 手的很关键 我只能说 熊的没熊了 也是死人一条 丽娜买活 没用了 丽娜买活过来 也没有用了 这拨又收入了 收入了以后 他们集体 德鲁一没买 VS没买 都没有买 这边 丽娜还想过来 但你没人了 丽娜被留了 丽娜买活死 看 这边就不用管 那边他们已经收购 其实这几个人 支援真的好 就是 绝对是有语音交流的 优鬼连看都不看 直接 有的时候 他们直接 手加 时刻有人关注兵线 优鬼这边 再拿大飞鞋 结束了 大飞鞋 直接把兵线带过去 其他几个人 换上大飞鞋 直接飞过来 拆架就赢了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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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鞋 德鞋 买不过 这个时间太长了 剩下都是废物 隐私 VS VS 加赏金 这种能活 有什么用吗 小黑能买的 小黑打到这个阶段 80分钟 小黑面对 优鬼 真的是顺躺 小黑出了圣剑 但也没什么用了 小黑就算有圣剑 也没什么用了 完全不是 优鬼对手 优鬼 马上 直接进身的 进身 打不了的 小黑有买 但是 琳娜跟德鞋 都买不了 一个35秒 一个76秒 结束了 帕克他们一飞过来 小黑 小黑的BKB 时间也太短 5秒 帕克有扬刀的 帕克可以飞过来了 这波队友好靠谱 痛苦之言 最后那一波 真的好靠谱 这边终于也有人 带苗口躺一躺 打得真好 很冷静 这一波先手 痛苦之言 没什么卵用啊 穷极先手 痛苦之言 这种力章 都没打算活着 帕克一下来 这两个 结束了 优鬼太大 最终 研发完成一波 惊天大翻盘 非常的漂亮 非常精彩 一场礼拜 就是大家一直求我主战 谢谢大家 欲望静望知识 我是紫色水里子 我们下期见 小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见 小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小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小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